今天會跟韓市長見面嗎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松口 已經跟高雄市長韓國瑜見過面 但兩人到底談了些什麼 吳敦義沒有回答 都已經訪問過了 跟吳主席見面是在三菱大海村 我也都講過了 最近還會再安排 有可能進來安排排見面 結果搞了半天 吳敦義說的見面 是日前到88風災紀念會 碰到韓國瑜 這次說的吳韓會根本還沒進行 而吳敦義肩負整合藍軍的任務 另一個要見的就是郭台銘 但各界期待的吳郭惠 吳敦義卻沒把握成形 促成團結是我的目標 到底能不能達成 現在還不能確定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居中牽線 兩度問候郭台銘希望促成吳郭惠 雖然郝龍斌事後受訪表示 郭台銘給出正面回應 然而郭台銘對外態度 卻仍然曖昧不明 讓藍營各界相當焦慮 國民黨必須更團結 更努力的跟郭董事長 跟王院長來做最大的溝通 團結才有機會重返執政 我們千萬不能讓輕痛愁快 國民黨的團結 當然對於2020年順選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郭王能夠整合回來國民黨的話 對於韓國瑜市長競選總統 一定是意大利多 藍軍整合只差臨門一腳 仰賴黨主席吳敦義居中協調 但是否能團結拉下蔡政府 關鍵還在郭台銘一面之間 這是文賢光君台北報導